哈囉大家好我是東京安 今天我要跟大家討論一個問題 不知道大家在練習的時候沒有遇過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怎麼對拍子都對不到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狀況 那麼會發生最大的原因 通常也都是我們還在乎手部的刺激 而忽略掉的音樂 我耳朵忘了去聽音樂 OK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因為我們在研究音樂的當下 我們就是在呈現音樂 我們就是要去聽音樂 現在的音樂到哪邊 其他人在幹嘛 我們要怎麼樣去跟這個音樂做一個呈現的狀態 那麼少了一個這樣聽音樂的一個過程 我們自然就沒有辦法很準確地去感受到 現在的節奏到底在什麼位置 那麼再加上我們手部的不熟悉 然後就會導致我們的失誤 對不到節奏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麼我要說的是 其實我們都是對得到節奏 我們都是聽得到節奏的 要怎麼證明呢 我們可以去放一個鼓的backing 或者是放一段音樂 我們可以先用最簡單的動作 我們不需要去擔心我們手 我們先用最簡單的動作 比如說拍手 跟著音樂跟著節奏一起去拍手 你會發現其實我們都是跟得到拍子的 就像這個樣子 或是像這個樣子 你可以透過這樣子的實驗去證明 其實你是聽得到拍子 你是聽得到節奏 你感受得到節奏 而且你可以很準確地去拍出它的節奏在什麼位置 那麼透過這樣的實驗 我們已經知道了 我們其實是聽得到節奏 感受得到節奏的 那麼為什麼在彈奏上面會有那麼大的失誤呢 就像我剛剛講 我們太在乎手上的動作 那是什麼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的手部的動作還不熟悉 我們會去擔心 我們哪一個手指頭要按到那個格子 右手該怎麼撥旋 左手的核旋該怎麼按等等 諸如此類的原因 那麼有太多事情要煩惱 那所以就會分心 使我們沒有去專心的去聽音樂 所以我們就會聽不到節奏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其實答案很簡單 也就是先把動作練好 我們先把手部的動作練好 練手 最好是練到我們不用想 手就可以做出正確的動作 在這樣子的狀態下 我們的精神層面 我們就比較不用去擔心我們的手 接著我們就可以比較專心的去聽音樂 在這樣子的狀態下 我們就比較能夠去感受到節奏 很自然的 我們彈奏的節奏也會比較正確